正義也許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過去台灣史上 發生過不少起恐怖的撕票案 在大陸前陣子 突然興起熱烈討論的白小燕民案 就是其中一件 而今天要講的 起因竟然只是因為一句玩笑話 最後讓一名年輕少年 無辜喪命黃泉 更牽扯出警方的懈怠跟疏忽問題 而最後能夠破案 中天新聞的記者 竟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法那一天 農田旁水溝 金手倒栽蔥男師 手腳遭捆綁 脖子上明顯雷痕 被害家屬痛斥警方 歹徒勒俗盡當詐騙 而關鍵凶手 竟是天堂遇見的那個人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殺戮少年撕票案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05年7月24號星期天 早上9點40分左右 一名台中豐原的老農夫 來到自家的菜園耕作 卻突然發現旁邊的排水溝 疑似卡著一個人形的東西 他拿一隻棍子下去搓一搓 結果發現竟然失去屍體 發現一名男子沉吃在自己的田裡 阿伯的臉色嚇得發白 怎麼也沒想到就是一起命案 這個屍體就繼續漂流 他才發現這是一個真的人 然後他就追著屍體跑 然後又停留在比較下游的地方 老農夫是順著水流往下追 最後他卡在一處橋墩之下 現在可以看到是一雙腳 穿著白色的球鞋 被繩子緊緊捆綁 整個人是倒栽從事地插在水底 等著倒栽了 腳也拔掉了 你看 腳現在要拔掉了 比較有麻骨 快點去 快點收口 遺體柔軟代表死亡時間不久 雖然身上沒有任何證件 但是警方通知最近幾天 失蹤人口名單的家人來指認 確定就是王姓國中生 死者是剛從殺戮國中畢業的 15歲的少年王榮生 21號當天 也就是他被發現的前三天 他到即將就讀的 喬泰高中辦理報道 之後他說要跟網友見面聚餐 就失去音訊 而家屬其實這三天來 都陸續有接到綁匪的勒鼠電話 整體命案 竟是一起殘緣撕票 死者的母親趕到殯儀館 看到失蹤三天的寶貝兒子 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差點昏了過去 沒在烤 沒在烤 好不容易讓那麼大 要給他栽培 他今年幫我施養 我真的很捨不得這個小孩 就是要恐嚇錢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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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嚇三百萬 他比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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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中卡三、四通 原來王姓國中生 失蹤當天上午到高中報到 傍晚六點打電話回家 說和網友約好吃晚餐 沒想到人從此沒有回家 隔天上午就接到勒鼠電話 網家人在台中開服飾店 家境只能算是小康 綁匪怎麼會挑上這戶人家呢 難道真的是綁錯人了嗎 我們要還原整起勒鼠電話的過程 7月22號早上10點20分 第一通電話是爸爸接到 百度說 你兒子在我這 準備三百萬元來贖回 爸爸回答我只是做小生意的 綁匪立刻改口 那準備一百萬元 7月23號也是上午10點半 綁匪來電問錢準備好了沒 隨即就掛斷電話 晚上7點09分 歹徒憤怒地打來說 你報警了 父親則懇求拜託 讓他跟兒子講話 綁匪此時卻說 我綁錯人了 你錢準備好 將錢放在紙箱上 放在門口的那部黑衣車上 但是最後綁匪沒有現身 歹徒並沒有領取署款 就撕票了 上午檢察官進行解剖驗屍 死者的母親到殯儀館 說兒子有回家託夢 指引凶手在何處 兒子很靈 他已經給他省省託夢了 因為他省省很疼他 所以我希望歹徒趕快出來很自信 發現他在這個腦那個疊垢裡面 有部分的積水 那所以不排除 有可能是這個生前下去逆死 以他的身高或是體重來看 不排除應該有兩個人 或是甚至更多 先後發現王山在密閉之前 後腦有輕微的瘀傷 脖子上有勒痕 疑似生前遭到淋虐 但問題來了 王龍生的身高將近185公分 體重重達90公斤 老龍夫發現那個地點 其實並不好走 如果兇手只有一個人 根本不可能將他獨立 搬到下面丟到水溝裡面 但綁匪究竟是誰呢 王龍生心聲報道完後 打了第一通電話 跟媽媽說要去見網友一起吃飯 當天滿晚 家屬又接到第二通電話 王龍生告訴母親 他吃了飯不舒服 又抽煙 頭很暈 王龍生的家人非常氣憤 失蹤的隔天凌晨一點 就跑去向警方報案 卻被還未滿24小時為理由拒絕了 可那一早接到綁匪電話 又再向警方報案 這回卻被當成是 詐騙集團的惡搞電話 直到24號第三天 才正式以魯仁勒索案進行偵查 而這一天王生早已變成了一具冰冷屍體 他去刺測 他去心聲爆炸 就沒有回來了 很乖的小孩 我很捨不得警察翻案能力這麼長 我真的很重心 我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警察身上 讓我很擔心 家屬又說他們是透過熟人找關係 終於警方才理會他們 面對家屬的憤怒 現警局坦誠確實有瑕疵 他們在受的過程 第一次是以失蹤人口來寫許這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是是是 那第二次的部分是有瑕疵的 究竟失蹤有沒有24小時的這項限制 我們在28集謝佩蓉白骨案時 就已經解釋過 根本沒有這項規定 眼前找不到綁匪 一名少年慘死 又爆出又疏失 台中警方是灰頭土臉 立即祭出懲處 米瓶外界的抨擊 台中陷警局會議事領 人員進進出出 氣憤低迷 少年被綁 家屬報案 警方沒有立刻處理 誰該被處分 陷警局一級主管全部開會 就連殺戮所長 和當初接受辦案的員警 也都得說明 討論兩個多小時 處分四名警察 父母親深深呼喚 發現屍體的阿伯也到場幫忙 一個有機會來得及挽救的生命 進成了一具冰冷遺體 王榮生的母親痛失愛子 傷心難過多次淚崩腿軟 而消息傳回到了畢業班上 師生們更是感到錯愕與遺憾 一張張的畢業生活照 紀錄王榮生的最後身影 像片中的長相帶點稚氣 卻有個外號叫做豆豬 就因為他的體型魁梧 雖然只有十五歲 一百八十五公分的身高 加上九十公斤的體重 讓他成為運動健將 最擅長的就是拔河 他代表他們搬出來拔河 因為他是他們搬最狂最快的 所以幾乎都是拔最前面的 那放在前面這樣子 用意在哪裡 他最壯啊 所以那個對方看了就會那個 除了拔河之外 也打了一手好籃球 身高夠高 彈性夠好 班上也叫他灌籃高手 蝶羅漢的時候雖然總是墊底 表情依舊笑咪咪 超會搞笑的個性 更是班上的甘草人物 除了運動拿手 王榮生還考上了餐飲科 準備朝大廚之路邁進 而平常放學回家 他喜歡泡在網路上 最常玩的就是線上遊戲天堂 而他失踪前 曾說要跟網友見面 於是他的電腦資料 就成了非常關鍵的證物 到底是誰斷送豆豬這條年輕的生命 警方帶回王榮生的電腦 逐一過濾清查 鎖定60筆資料 發現張姓網友 涉案的可能性最大 究竟王榮生 是跟哪個網友碰面呢 兩人勢必得有相當的交情 此時中天新聞中部中心 獨家約訪到了王榮生的同學 今報有一名網友 跟死者關係匪險 王榮生竟然稱呼他為乾爹 兩人還有金錢關係 他當乾兒子這樣 然後感覺起來對他很好 他在天上就遇到一個人 然後因為他兒子 好像是他的國小小學 然後就認識 然後就進階認識他爸爸 就是他那個網友 之前就有給他 就是有給他錢啊 手機然後說 因為他爸媽都不給他手機 他跟網友都給他一支手機 說這樣比較好聯絡之類的 裡面還有一支門 還有一個門號 就給他打 幫他錢啊 對 王姓國中生的這個 手機的通電紀錄 以及他使用電腦 MSN的紀錄 以及他線上遊戲相關的資料 就去可以了解到 他失蹤前 都是跟這個張文衛在聯繫 警方從報道中得知 兩個人的特殊關係後 更加肯定這個張文衛 就是關鍵人物 加上此時他突然神癮了 實在太可遇 於是警方當務之急 就是找出他的蹤跡 難道同學口中的網友 王姓少年嘴巴上喊的乾爹 就是兇手嗎 失蹤了這四天 張文衛和王姓少年的 行動電話通聯 也確實都在一起 專案小組在城市地點附近的 賣場停車場 找到張文衛停了好幾天 都沒有去移動的向行車 初步在這個車子裡面 我們有發現有類似 捆綁死者的這種麻粉的纖維 以及在車子裡面 我們有採獲一塊 年有麻粉的膠帶 而這一塊膠帶 已經送請刑事局法醫室鑑定結果 這個膠帶上面 附著有死者王榮森的DNA 距離真相越來越近了 只是張文衛究竟在哪 警方還是沒有頭緒 而此時張文衛的手機突然開機了 警方火速趕到了定位地點 抓到了一名男子 結果只是一名小偷 好巧不巧去偷到了張文衛的手機 但警方也意外從這發現 原來將為了躲藏地點 居然在鼠立豐原醫院 醫院開刀房外 家屬坐在椅子上等候 更往裡頭 還有著雙層床鋪的家屬休息室 這原本是要讓病患家屬等候時休息的 沒想到卻成了罪犯的欺身之所 因為警方查出 涉嫌殺害王姓少年的張姓男子很少回家 平常除了泡在網咖之外 累了就跑到醫院的家屬休息室睡覺 2005年8月11號上午 張文衛逃亡的第19天 警方掌握原來他一度躲在台中的公寮 也有跑到台南 這回他準備搭乘台契客運北上石 因為身上沒有現金改用刷卡買票 被警方釋破了刑機 埋伏了兩名便衣 當場將他逮捕 揭示畫面裡兩名便衣行警假裝乘客 一人帶著紙袋 一人背著包包 在台中國光客運往台北的搭車處 一舉將殺害國中生命案嫌疑重大的 張文衛逮捕 當時張文衛雙手已經戴上手銬 他的表情看起來很驚慌 因為他今天早上一大早在台中那個點 被我們專輪人員車埋伏抓到以後 他會感到很挫握 他也沒有在...他坐我車 他坐什麼車他不在豐原坐 跑到台中市去坐啊 張文快點停 再扛架 他有綁架 你有沒有綁架死掉 你為什麼要先下手抄他 你為什麼要抄他 你為什麼要抄他 拜託 這裡拜託 你沒有辦法為什麼要抄我 拜託 拜託 來 謝謝 張文衛落網後始終否認犯案 面對媒體也保持沉默 此時偵訊已經超過了12個小時 他只坦承的確認識王榮生 就算警方拿出了死者的照片 他也絲毫不為所動 警方怎麼問張文衛都否認殺人 還說失蹤當天的確有見面 後來死者說跟同學有約 兩個人就分到揚鑣 警方拿出死者沉濕的照片 張文衛雙手發抖 但是口中只說很可怕 神情依舊冷淡 張文衛會如此囂張 就是知道警方手上 沒有讓他一刀斃命的證據 只能證明兩人當天的確有接觸 但無法證明是張文衛殺了王榮生 此時警方不放棄 試圖找出王榮生消失的背包跟手機 於是擴大搜尋 也再度來到了張文衛的住宿外 結果一名遠景的意外舉動 讓整個案情有了關鍵突破 一般的人怎麼會想到去檢查土地公廟的屋頂 然後就發現了一包塑膠袋 塑膠袋裡面我們就發現了 有王姓同學的手機SIM卡 以及中華電信的IC電話卡 以及MP3等等資料都在裡面 一個手提塑膠袋上面就發現了霧梅指紋 而這霧梅指紋經過比對確認結果 就是張文衛的 是不是為了拿不到錢就殺人 你為什麼會嗎 你們什麼話在家屬講的 要不要向死者家屬道歉 張文衛最後被突破新房 坦誠是他獨立殺了王榮生 警方也搜出了三封遺書 發現他疑似有想要畏罪輕生 原因是被地下錢樁追塞 他有金錢上的需求 而此時警方也發現 他過去也犯下過 魯人勒鼠案 還因此判刑入獄 這回是在假事期間 竟然殺了人 國專生命案陷入膠著之際 中天新聞獨家訪問王榮生的同學 讓案情露出曙光 警方尋現鎖定乾爹張文衛 調出張文衛的口卡照片 這是14年前拍下的 張文衛當業務員 卻綁架老闆的現金 有了當年 張文衛勒數500萬 也打算拿到錢之後 就撕票 信用警方是即時 救出了肉票 他因此被判刑17年 結果假釋出意後 他刷爆了信用卡 欠了150多萬的卡債 竟然想從操就業 把王榮生約出來之後 一步步將他帶入死亡陷阱 原先死者因為太晚回家 擔心父母責罵 張文衛利用這一點 開車載著死者到處跑 一方面打電話勒索300萬 家屬也同意要付他100萬 那麼這過程當中 應該是這個 嫌犯看到被害人 他一直有掙扎的現象 那麼他怕這個被別人發現 所以採用繩索 把這個被害人熱婚熱閉 過程中張文衛拿了不明香煙給他抽 結果王榮生出現了嚴重頭痛問題 張文衛此時假好心的 騙他吃下了安眠藥 一次又一次的加重藥效 竟然讓他昏睡了三天 最後一次醒來 等待他的是無情的絞殺 當王同學醒過來的時候 就吵著要回家 他就餵死他安眠藥 不然的話就用暴力脅迫的方式 威脅他不能再吵 那最後他就在車上 將王同學雙手捆綁 置於駕駛座 以電線勒住王同學的頸部 那加以勒閉 前一件魯仁勒鼠還在假事期間 還有將近11年殘刑 為了避免東窗事發 還要再度入獄服刑 他竟然狠心把喊他乾爹的少年殺害 張文衛把屍體丟到葫蘆溝郡 想藉由湍急的水流沖走 整個案件最離奇的部分 就是老農夫發現的那個排水溝 究竟王榮生是怎麼流進去的 也因此讓檢警一直無法排除 張文衛一定還有共犯 資料上面有一個閘門 那個閘門的寬度只有33公分 以死者的身材來講 它身高180公分 90公斤的體格來講 是很不容易鑽過這個閘門 而到達城市地點 一串串同學折的思念紙盒 還有少年最愛的籃球T恤 又祝福還來不及懂得人情世故的 王姓少年一路好走 事發一個多月過去 少年的父母親 失去愛子的傷痛 絲毫未解 我太能堅持一個閘門的事情了 帶著一看警方專案小組全員出席 少年的功績 即使兇賢張文衛坦誠犯案 那是再多的歉疚也換不回一條可貴的生命 王姓的家屬在死者頭七之後 堅持沒抓到兇手就絕對不下葬 但即便張文衛已經入網 但家屬對警方的辦案方式無法理解 心中還有不少的怨氣 那個閘門你們說31公分 生47公分 我兒子180公分 93公斤的重 他要怎麼塞進去 火火的人要進去都進不進來 找不到公關就這樣子要結案了嗎 2005年10月6號 張文衛很快就被殺人罪起訴 並求處死刑 原因是因為他兩度犯下了魯仁勒俗案 這回又是在假釋期間犯案 警察官認為有必要永久與社會隔離 看到王龍生這麼壯碩 那個閘道口可以進來嗎 我們是個善良老百姓 我們不知道台灣怎麼住人 我們這麼忘共手法 結局是這樣子 進入法庭程序後 張文衛仍舊堅持是獨立殺人棄師 那就必須解釋排水溝閘門的疑點 而台中地院的審判長 罕見的將張文衛帶回現場 做惡度模擬 大家心情細了 好 走 走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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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的 讓一下 來 張文衛先生再過來 這樣站下去 看看 幹嘛阿婆這邊 記不記得你當時推開的時候 是到哪一個位置推開來去 你那個門啊 法官罕見的回到命案現場戶外開庭 二度模擬要釐張文衛綁架棄師王榮生 究竟有沒有共犯 2006年2月6號 台中地院最後認定張文衛的確是藝人犯案 判斥他死刑 齒奪公權終身 黃家仁因此落下了眼淚 那一方面又認為警方有失職 提告國賠求償 我那天晚上就 準備很豐盛 他爸爸又包紅包給他 他就說他不想死 他想回來拿紅包 媽媽我不想死 不要拿紅包 拿出洋洋灑灑的質疑書 家屬不滿警方針半半半拍 江勒鼠案裡失蹤人口處理 甚至一度以為是詐騙集團 延誤救人的第一時間 甚至離譜的江勒鼠電話來錄音內容 不小心消死 種種缺失 家屬難以忍受 要求國賠615萬 清水分級跟沙路分級 根本就看我們這個小老百姓 我們看不去啦 我們報案 都沒有人注重 找到失所局長都不知道 表示他們沒有網上承報 我也有錄音 歹徒的聲音 結果也被警察頭消音掉 我的兒子當然是不只啦 但是 600萬對我來講 也沒什麼意義 我王龍生又不能回來 只是 給警察一個警惕啦 給警察一個警惕啦 不過2017年8月8號父親節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奮院 登領警方就算從第一天就開始偵查 也無法阻止王龍生死亡 警方熟失跟被撕票兩者間 沒有因果關係 國賠上訴確定 不過刑事部分 在2009年的平安夜 張文衛遭判處死刑定驗 隔一年的4月30號 就火速遭到槍決 張文衛當天是嚇到腿軟 被罰警拖進刑場 台灣有4年沒有執行過死刑 法務部晚間突然宣布 部長曾永夫在28號簽署 死刑執行令 死刑犯張俊宏 洪成耀 張文衛 柯世民 在晚間7點半左右執行槍決 這裡有一段小插曲 我們曾經在 中德署火銷安清班那個案件 有提到 當時費死聯盟 要阻止法務部執行死刑 替大部分的死囚申請釋憲 來延緩死刑令 而張文衛因為當時沒有親自 在上頭簽名 因此成了第一波被槍決的名單 司法終於還我們公道了 讓我們能夠平靜過日子 我覺得說 我們不是那麼殘忍的人 我們都是善良的老百姓 我們是覺得說 他死是罪有應得 那你犯人是很殘忍的 他們今天沒人搶一下 都跟他說 他也是嚇到他們兩腳 同意心 各樣 大家都都嚇死 每天都是念的那媽姓子 我老師你在哪裡 我媽還想你 拿著從來不敢翻的相本 依細數每張照片的實空背景 死者的小時候 圓滾滾的大眼睛可愛又討喜 開心地和家人切蛋糕慶生 但一家人很少合照 這張恐怕是生前的最後一張 案件經過五次的審理 這五年來 每過一天對王家來說都是煎熬 等了一千八百多個日子 終於等到這個遲來的正義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那判決書中有一個認定的事實 值得來討論 之中我會聲稱 當晚王龍生出門玩太晚 不敢回家 想要棄父親以下 於是他就跟王龍生開玩笑地說 那不然跟你爸爸說 你被綁票好了 後來他就驚覺 如果這通電話被認定是真勒熟 他的假釋與十一年的殘刑 可就麻煩了 後來認為這通玩笑電話 無法收拾 最後決定殺人棄師逃亡 跟警方一開始認定的是 詐騙玩笑電話 似乎有些不謀而合 你是怎麼看的呢 歡迎有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你走不可蹤 我等一下 你花個小夥伴